左侧白色建筑为蒋天义居住的公寓,死里逃生后他回头看时,房屋已在废墟之中,依着沙石滚落的声音之后,东,又是一声俱响,房屋的墙壁赫然出现了一条裂缝, 已经关闭的浴室灯一闪一闪冒出了火花,紧接着,房屋开始剧烈摇晃,天花板一块一块往下掉,山体滑脱了,意识到了这点,蒋天义抓起枕头旁的小胯包就蹦了起来,然而,当时不断摇晃的房屋已经无法让他站稳,情急之下,他迅速将身体贴在地板上,徒服前行,同时使出浑身力气,用脚踹着,已经在靠近的阳台窗户, 幸运的是,没踹几下,窗户开了,他立马一个里鱼月龙门姿势跳出窗外,此刻,蒋天义转头回望了一眼,自己住的房屋已经面目全非,半个房屋掩藏在旁边已经完全坍塌的一堆废墟中,自己居住的那栋房屋的一楼,已经全部被埋了, 7月7日10点半,刚刚到日本岡山读书,才9个月的蒋天义,就经历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,从6日开始,日本西部连降暴雨,截至13日,已经引发619起灾害中,其中包括迷石流168起,悬崖塌陷, 427起,滑坡24起,200多人在这场灾害中丧生,仍有70人失踪,与此同时,天灾还是人祸,也在日本社会引起了讨论,穿着衣服睡觉逃过一劫7月7日凌晨,将天义睡觉前特意穿好衣服,并把贵重物品放在包底,他用被子裹着自己,因为之前他就有预感,日本西部暴雨引发的泥石流, 可能会让自己深陷险境,上周,日本气象厅就对日本西部多个地方,发布大雨特别警报,警告西部地区会受到数十年疑郁的特大暴雨,结果从5日开始,一共有93个观测站,出现史上雨量第一的记录,短短几日之内,日本西部地区多个地方的降雨量,达到整个7月正常降雨量的三倍之多,而蒋天义所在的钢田县, 正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,当时外面下着大雨,屋里很冷,我用被子裹着身体躺在地上,当时就有一种预感会出事,回忆起当天的状况,目前正在日本钢山大学工读博士的蒋天义, 像澎湃新闻表示,7月7日凌晨的钢山县,暴雨依旧不停,躺在床上,窗外面嘈杂的雨声,让人难以平静,我就穿好了外套,把贵重物品放在包底,包就搁在枕头边,已被随时离开, 刚才,蒋天义凌晨从实验室回住所的路上时,积水已经齐腰,当时,饿着肚子的他,在超市便利店也义无所获,由于钢山县提前发布了滑坡预警,很多民众已经搬空了便利店的食物和水,本来想重回学校的他,只能回到居所。 蒋天义从公寓撤离后,在远处拍摄的滑坡照片,在蒋天义逃出住所的一天后,8日,居住在钢山县仓夫市的赵先生的母亲,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,连日的暴雨已经浸泡了他的母亲。 在港山县珍贝丁农村区域居住多年的住所,赵先生母亲家被洪水浸泡后狼藉一片,现在我母亲已经没法在珍贝丁的房子里继续住了,只能在我家降旧一下。 赵先生对澎湃新闻说,由于日本的房屋大体为木材构造,在被水浸泡之后,往往很难继续居住,平时雨少,山体没有沪坡。 日本警察厅,12日发布消息称,最新数据显示,西日本暴雨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00人,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防灾大国,为何此次暴雨却是无前例的,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失? 蒋天义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,此次暴雨造成巨大损失,也存在一些特殊原因。 尽管钢山县多山,但是历来少雨,所以其居住的房屋后的山体也没有沪坡,尽管事发前相关部门又发布过滑坡预警。 但是总的来说,当地在这方面的防患意识也比较薄弱。 此前,日本经济新闻也报道称,在受灾严重的钢山县仓夫市,许多人从来没看过政府绘制的洪水泥石流灾害风险地图,而此次暴雨导致的水淹区域与风险地图中预测的区域几乎完全一致。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,此次暴雨导致诸多次生灾害,是大量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,超强降雨导致了受灾地区河流溃堤,加上本地的地质特点。 暴雨导致山体滑坡,使得大量民众无法及时逃脱现场,而回水情况严重,更使当地断水断电,加大了救援的困难。 在赵先生看来,暴雨发生后,日本当地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救援措施,官方和民间配合的也比较好,整个救灾过程秩序井然,母亲房子进水当天,当地的消防部门就来了,第二天自卫队从外地调来橡皮艇、直升机等救灾工具也进入灾区了。 根据赵先生介绍,在救灾过程中,消防部门和自卫队主要负责搜救,警察则负责维持秩序。 此外,当地家里有船的居民,来自岗山县其他地方的民众,也主动承担志愿者的工作,帮助灾民。 与此同时,一些矛头也指向了长期执政的安倍政府,就在日本暴雨局势,开始加剧的7月5日当晚,一张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日本自民党成员聚会的照片,经由社交网络传播后,迅速引爆了日本舆论、清酒、佳肴。 一群自民党成员在天气预报,已经提醒暴雨即将来袭的夜晚,却若无其事的休闲聚会,引发了日本反对党,对安倍政府的议论讨伐,认为这显示了安倍长期执政的傲慢。 灾难之后,日本民众仍然淡定在赵先生母亲家里被烟数天后,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家具被摆放在已经泥泞不堪的道路两旁,黏着黄色泥浆的洗衣机,贴着各自冰箱贴的冰箱,七零八乱的木制家具,在被雨水漫过的道路上,他们现得落寞而破败。 平常和妻子住在城里小房子的赵先生,还在为自己母亲寻找新的住处而奔波,但是排队的人特别多,也没有那么多房子。 11日,他前往当地政府,了解相关公宅情况,发现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住所提供给母亲,又找不到合适寄住的亲戚,可能洗母亲就不得不前往当地的避难所了。 赵先生感到有点苦恼,日本人对自己的损失很难过,抱怨也有,但不多,日本人都习惯应灾了。 蒋天一说,和中国不一样,很多参与灾后救援的日本军队,由于也是拿工资养家糊口的公务员,当地的民众对其并不抱太大期待。 日本灾民很淡定,心态也挺好,该干什么干什么,也没一味等着救援来,自己能做的尽量自己做,然后听从安排。 在日本已经生活多年的赵先生对澎湃新闻说,被雨水浸泡的家具,摆在了当地道路的两边。 然后,和中国人的运动来说,被雨水浸泡用了,被雨水浸泡用了。